鎖定台是五件新聞 藝人小S跟陶晉穎 日前為金曲獎合體擔任頒獎嘉賓 而當天最大的驚喜就是 小S的姐夫居俊葉也現身 事後陶晉穎公開了三個人彩排練舞的畫面 只見新婚之後的居俊葉直說 上輩子拯救世界 才能跟大S重逢 隔空放閃 你好 總不見 他很怕出來 第一個節目是我 不是大小S 一身牛仔修型打扮 戴著帽子墨鏡 聚君葉和陶晉穎 在金曲獎頒獎典禮開始前先碰面 幕後彩排花絮曝光 聊到新婚生活 聚君葉隔空放閃 我以為我的生命保障 因為我的幸運 然後他前世應該是舊了全世界 所以這輩子才會有這麼好 皮膚牌 我不餓 我不餓 你瘦瘦的 我胖了 曾文玥說月六 這時候書畫完的小S 也加入彩排陣容 彩排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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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溫聚君葉 在庫隆時期的經典舞步 差點撞成一團 鬼點子很多的小S 把握機會大鬧姐夫 對 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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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們 歡迎我們來歡迎我的 我的胸部 胸部 胸部 可以看一下嗎 可以嗎 不好意思 什麼 其實胸部是韓文 解剖的意思 外人不行 對 外人不行 應該是被腳印太過 刻意加上這個橋段 看得出兩人感情超好 金曲幕後花絮曝光 也讓粉絲一窺 國民姐夫搞笑 逗趣的一面 記者中道